我 东北话满籍学者 传承了虐文小说女主 总裁让我当她跟班 我 主音 你就可禁止使我吧 绿茶女配 要我捐身 我 再避此一句 玻璃嘎给你拆信不 老师让我给霸凌者道歉 我 我该他们的呀 盐罐子里头装憋 给你的小王八闲完了 尽管这没有用的事 后来小绿茶花重金找了个滴滴代骂 两回合之后哭着跟我办事 绿茶问她为什么不战而屈 代骂哭着说 你也没说她是东北的呀 你早说我这单都不接了 骂不过 挂了呀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老铁们 我穿越了 穿来第一天就赶上冤种女主 作为真千金回归豪门 然后被全家集体霸凌的大场面 姐姐 如果上天注定 你才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那我就是多余的那一个 我走就好了 好家伙 我刚进门口 一身洁白公主裙 就长着脑袋朝我扑腾了过来 我发了个白眼 啥上天下海的 那玩意儿是DNA注定的 DNA是啥懂不懂 瞅你那没有文化的 损失爱 假千金实话了 后面正打算互载的亲爹妈 还有传说中狂拽酷炫的大哥 也实话了 只有管家心理素质比较好 恭敬地说 小姐是在铁岭找到的 原主长在铁岭 我生在辽宁 属于老乡 我回忆了一下 原主在这个脑残小说里的种种遭遇 拳头硬的和花钢炎一样 女主本身在铁岭文化的熏陶下 性格活泼 开朗大方 但是架不住这家人的长期打压和破 那小绿茶天天找人说他一嘴大茶子味 他一说话 全班同学就哄堂大笑 高雅美丽的亲妈觉得他上不了台面 迟迟不肯认他 男主和那个大哥说 只认小绿茶 让他别上赶着找存在 小姑娘为了获得这些狗逼东西的认可 献血捐肾 扫地做饭 最后为了给小绿茶买单高出车祸 被撞死了 死之后 所有人的大小脑突然归位 想起原主的好 痛心疾首 要死要活 离谱他爹给离谱当二踢脚放了 离谱上天 没十年脑血栓门诊惊艳 真凑不起这些脑摊的特质 回忆完剧情 我看着别墅大门里的几块废料 露出了八颗雅 大家好 我叫王翠芳 来自铁岭莲花香 清巴受不了打击 哭着跑上了溜光水滑的旋转楼梯 我刚想出言安慰 那位带着金丝边眼睛 脸如刀削面 一般的帅气大哥肖明 就拉下面庞 回来了就安分一些 软软永远是我的妹妹 是这个家里的小公主 你不许伤害她一丝一毫 好的 发疯指令已经接受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跳起来薅住了她的头发 飞速给了她两个大耳瓜子 左脸一个 右脸一个 不时眉眼高低的别犊子 几个菜给你喝东倒西歪的 新妹妹刚回来 连口水都没喝呢 就避兹避兹小公主 你们全家都是KTV小公主 原主天天干农活 手劲大得很 一嘴巴就给她眼睛扇飞了 绿茶小公主 终于也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眼泪跟自来水开闸了一样冲出来 都是我不好 姐姐别打哥哥 都是我的错 如果没有我 我们就都还高高兴兴 是最幸福的一家人 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 哥哥 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我走了 姐姐就不会生气了 听不下去了 我仰手也给了她一嘴巴 我查撒数 给我憋回去 查到二 绿茶就不哭了 新爹躲在管家后面 一脸后怕 他坑吃别度的说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满意地点点头 行 还是老灯看得清局势 在无差别 创了所有在我面前 闭次的狂徒之后 当天的状况异常平静 新爹在房间洪水决堤 一般地哭了半宿 亲爹打电话 找了六个普通话高级教师 八个豪门礼仪大师 大哥抱了一个女子 防身输速成班 小绿茶在微信群持续输出 打两行字 就要发个语音 这都不怪姐姐 姐姐从小在乡下长大 只是太生气 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已 我隔着两道墙 喊出了诚恳的关心 声音洪亮 老妹你这么能加 胯骨轴子不疼吗 第二天 因为哭得太狠 亲妈没起来床 亲爸提前一个小时去上班了 管家红了眼眶说 老爷许多年都没有这样努力过了 我跟着小绿茶 坐上家里的库里男 直奔贵族学校 走前大哥看着我 应该是想说一些狠话 让我不要欺负他的小公主软软 但是又憋回去了 他带着心白的银丝边眼睛 斗志昂扬的去了武术班 而我安静地思考着 被他家收养的姑女 第一天到家就打他 抢他东西 霸占父母 所以 当我作为转学生站在讲台上 做完自我介绍之后 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 笑死我了 到底是哪里来的土包子 太好笑了 只有小绿茶满眼泪花 焦急地说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笑我姐姐 她只是刚从乡下回来 还不适应而已 小绿茶一号舔狗笑得前仰后合 再说一遍 你是谁 我捏了捏拳头 我是你素未谋面会点校学的野爹 一号舔狗怒急攻心 这个土包子 你到底在说什么 咋的 你是耳背还是脑瓜子 可垫门上了 听不懂人话是不 笑声戛然而止 全班目瞪口呆 不知道是我攻击力太强 还是这些富二代承受能力太弱 甚至有一个老门眼睛通红 要哭出来了 老师 我们班怎么能说 这么没有素质的人 就是 老师我们要求他退学 我们不和这种土包子 一个班级上课 老师仿佛这个时候 才有了说话的功能 他清了清嗓子 随方同学 你怎么可以这样 骂同学 你现在给同学们道歉 无语 我该他们的呀 还道歉 我一口唾膜淹死他们 这帮别犊子 你 你 你给我出去罚站 站就站 谁乐意听你上课 嘴松的跟棉裤腰似的 他们让你咋的你就咋的 自本那个圆壳子里 不产生脑电波呀 好巧不巧 我刚走到门口 就撞上了男主的八块腹肌 莫怀深一米八九 冷峻的眉眼自上而下看着我 嘴里冷冷地说道 女人 你在玩火 我赶紧摇头 我妈说不行玩火 玩火尿炕 果然 万年兵山脸的男主 打出声以来 第一次绽放笑容 他三分讥讽 四分不羁地看着我 仿佛在说 女人这种接近我的手段 很新奇哦 我翻了白眼直接出门 一站到下课 一边罚站 我一边琢磨了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这本无恼虐的小说里 女主无数次低头 都是因为一个事 女主她没有钱 人穷志气短 人穷被破 被KO 被PTSD 被KFC UFO 八大亚路 黑羞黑羞 卡拉米 下个铃响起来的时候 我看着路过的 每一位豪气逼人的同学 我看到的不是同学 是发着光的小金珠 面对正气势汹汹 朝着我走过来的绿茶小分队 我晃晃脖子 开心地笑了 点开手机录音 开始我的表演 你这个土包子 和我们走 去卫生间 我们聊一聊 围首的是一个 看起来很不好惹的老妹 小绿茶娇羞地跟在她身后 眼眶通红 我一脸微笑 十分优雅 咋的 你尿尿的把呀 老妹气急 上手就要好我的头发 一群小跟斑 也一左一右地围过来 我丝毫不乱 酝酿了一口唾沫 直接吐在老妹脚前一寸 没有总裁文理的任何角色 见过这种场面 没有 老妹吓得尖叫一声 急速后退 涂着精美指甲的食指 如得了关心病一般 颤抖地指向我 你不讲卫生 害我一顿激动 觉得她能说点什么 又咸淡的话出来 发冷一下子都掰不出 两头算的玩意儿 啥也不舍 别说那话 今天通过软软 认识几位老妹 我知道你们想干啥 不就想揍我吗 是不 几个人心有余悸地 看着我的嘴 你想干什么 我收起笑容 一本正经地看着他们 少说废话 我 堂堂肖家的闺女 一个大嘴巴则五万 谁打 想在小跟班眼前 找回面子的老妹 立刻又行了 我打 我先打十个 好嘞 我利索地掏出了 养母给买的三手 成年老手机 打开二维码 付完款就可以开打 开打以后 代步退款您同一步 一看就不差钱的老妹 不屑一笑 退款 五万一个 我把你脸打肿 到时候 怕是你要哭着求我退款 丁 支付宝到账五十万元 听着收款到账的声音 我笑眯眯地伸出左脸 老妹没有含糊 一个大嘴巴 就扇在我的脸上 我以迅雷不及 掩耳盗铃之势 一巴掌扇了回去 用了六分手劲 我这人 主打一个不占便宜 老妹被我扇了一个跟筒 捂着脸哭起来 你怎么还手啊 我挺无辜的 你也没说不能还手啊 气到疯狂的老妹 带着跟班 一窝蜂地向我冲了过来 只剩一个小绿茶 在后面毫无作用地 瞒着他们哭泣 我急步后退 一个起跳 在空中来了一个 三百六十度回旋梯 咣当一声摔在地上 我捂着肋骨大叫 我的骨头 我的骨头断了 走廊有监控 你们霸凌我呜呜呜 老妹脸色有些夕阳绿 她目瞪口呆地 看着我身残之间的 掏出收款码 五十万 老师来了 我说我自己卡拽的 老铁门 各种武术中 我还是觉得 跆拳道最实用 建议学 一招能额五十万 这一仗 我胜利了 以区区一根肋骨的代价 完全瓦解了贵族高中 霸凌势力头部组织的信心 并且稳赚一百万 当我站着出去 躺着回到家的时候 亲妈嫌弃又心疼地凑了上来 她欲言又止 想说还修 坑吃别度地摸了摸 我和她相似的脸 你怎么第一天 就在学校里惹事啊 默默地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亲爱的妈妈 您狂犬病潜伏气过了吗 为啥一张嘴就开始狗叫 亲妈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下一轮的表演 眼泪像东海三太子 被抽筋那天一样澎湃 妈妈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妹妹在学校的朋友说我穷 说我土 一直打我呜呜呜 小绿茶慌了 她也哭 都怪我不好 如果我及时扶住了姐姐 姐姐就不会摔倒 单走一个六 果然亲妈开始皱眉 你要是想要钱就直说 为什么要诬陷软软 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恳切发言 我想要钱 服务双至六不单行 我看着手机上又多了五百万 安详的被抬进了房间养伤 小绿茶气得双拳紧握 两眼通红 姐姐 你等着吧 我会让你知道 即使你是爸爸妈妈的亲女儿 也什么都得不到 我打开账户余额 点击语音播报 支付宝余额六百万零七十八元 我捂着被包扎好的泪巴山 畅然落实地道 今天只得到了这么一点 哎 小绿茶仿佛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大的气 无无地跑出了我的豪华双人大套间 而我双手搭在胸前 眼睛直视天花板 笑得合不拢嘴 果然是脑残总裁文 好骗 每一个觉得都侦探娘的好骗 喜忠心 红浪漫 你们的老板即将到达战场 在我养伤考察开店地点的时候 这本小说的第二个剧情点来了 女主的养母因为生病的原因 千里迢迢坐着绿皮火车 从铁岭到达了这座豪华的大城市 投奔女儿 原剧情里 小绿茶故意带着养父母到贵族学校大门口 逢人就介绍一遍 这就是王翠芳的家长 自此 女主从小范围被霸凌到全校孤立 养母病重需要很大一笔治疗费用 女主低声下气 求亲爹给钱 被奚落成剑骨头 小绿茶更是造谣 说她要钱只是为了和同学攀比 生活中恶意从生 以至于后来男主摆着臭脸的施舍 成为女主的一道天光 紧接着后续剧情就出现了 你追她虐 你跑她爱 你爱她火葬场的追妻虐恋故事 还包括30章的幻圣剧情 我嘴角中风般抽搐了一下 明白了一个关键道理 钱不嫌多 女主的亲妈热衷于在家开派体 经常邀请在家无所事事的贵妇们 换一出地方吃吃喝喝 无所事事 我知道 我的天使投资人要出现了 亲妈安排这个月的派体时 特意嘱咐小绿茶 要穿什么衣服 带什么饰品 连家里的钢琴都重新摆放了位置 看到我的时候皱了皱眉 你在房间养伤吧 别出来了 小绿茶优雅地端着牛奶抿了一口 眼中是藏不住的得意 而我身残之间地说 不 妈妈 这样的场合 作为亲女儿的我怎么能不陪在你身边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如果你不信 我可以在妹妹弹钢琴的时候 做200个空中转体来住行 绿茶的牛奶卡在了喉咙里 我亲妈的脸色卡在了脑洞脉上 我大受安慰 哥哥最近咋总不回家呀 不是隔应我吧 五 亲爸用难以形容的脸色摇了摇头 怎么会 她只是在忙 忙着打拳 party当天 我准备了20份洗衣中心商业计划书 穿好了咬牙买下的正装 主管下楼 在楼下贵妇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我甜甜一笑 大家好我是 这是我的大女儿萧玲玲才找回来的 快下来给安姨姐姐们问好 亲爸在这样冒昧的一刻 给我憋了个名字出来 挺集中生智的 我没有反驳 顺着溜光的旋转楼梯下了楼 成了全场最忙的那个 哎呀妈呀陈怡 我跟你说就这项目 半年回本 三年上市 四年以后陈叔就得看你脸色生活 什么阴阴厌厌 咱到时候整个黑名单 小三不要近 把那几个都贴黑名单上 嗯那被礼仪 美容 媒体 美甲一条龙服务 你不知道 咱们女人的被我多重要 十字路口都在这呢 背包了整个进气室都上来了 什么睡不着觉 头疼心慌 都能缓解 吐了呀魏怡 指定叫你 你不投我这项目 干的都没意思 好家伙 咱这什么概念啊 他张仪 打造城市内的水上汗蒸迪士尼 如打年轻的女性客群 咱们女孩子 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市场调研都调妥了 你看整个2023年 消费市场白皮书 女性的消费能力 它是逐年攀升 杠杠有力量 哎呀我的妈呀 您投多少 放心放心 您投资我肯定保密 对对对 运营我们找专人负责 打造一个世界连锁 您等着数钱就完了 哎 您要给您个财务模型啊 放心吧您就 咱东北人都实诚 干不出缺的事 我天 您这思想现在可不行了 咱们女性在社会上 可不能当附属品 外头怎么光鲜亮丽 心里头委屈谁知道啊 是不是 您就瞅我妈 我妈天天偷着哭啊在家 可不是呢 回到客厅的时候 小绿茶正在弹钢琴 两只手跟安了店门一样 疯狂在键盘上敲 轻巴微笑点头拍手 一脸得意和炫耀 我想如果是原主看到了 该十分自卑无助吧 一曲停 贵妇们都围到一起 你们家玲玲真是厉害 怎么刚回来 对现在的市场和资本圈这么熟呀 你看看这BP写的 有板有眼 开头的是 刚才和我在厕所畅聊 她打小三数十年经验的陈怡 她拿着我的商业企划书 赶紧到亲妈那套进户 玲玲这个项目 我看好 我支持 到时候你得给我留一块呀 薛泰在家待多少年了 这会儿也想出来了 老薛同意吗 管她同不同意呢 我自己有钱 怎么不能投资 亲妈 不是 软软刚才弹的是堂皇的回忆 排名第四的男曲 别听什么钢琴了 玲玲可说 到时候小三都不让进 冲这个 我手下那块地皮 直接给她玩去 赔了算我的 亲妈 不少人学了十年都弹不出 我们家软软一气呵成 陈怡 算了 和你说不明白 我去找老张说说 她原来就是干线下的 本以为此时话题中心 应该是她的小绿茶 在一边都听红了眼睛 她抬起头 看着对面的我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皮裤套棉裤 必定有缘故 我能给她出气呀 你弹那一首 人家哪听不着 凭啥得夸你呀 嘻嘻 肋骨都好多了 晚上吃饭 亲爸拿着那个商业计划书 跟亲爹一顿告状 你看看他呀 你把他找回来 就是要气死我 给我丢人的 我这么多年维护的关系 现在成什么了 一个两个给我打电话 都问他那什么洗衣中心 丢死人了 亲爸一边哄娇妻 一边拿着我那份计划书 翻了两页 他皱起了霸道总裁的眉毛 这是你写的 我冷傲开口 不然是你那个上三打拳击班 给自己上医院 去的那个吸狗儿子写的 对对对 肖明没出现的这些日子 听说是肌肉拉伤家 半月赶撕裂住院去了 怪不得 当天听他说话 都感觉这大哥时日无多 跟那吸狗的吸小一样 亲爸似乎有些生气 却只是低头又看了几页 点头道 写得不错 但是你这个指服 女客户的条件 是不是局限了市场 我无所谓的耸耸间 才上高二 你从哪学的这些 我能说我穿越之前 是干FA的 天天整这玩意 天才吧 就在亲爸和小绿茶 哭闹未果 亲爸也想入股 被我拒绝的第二天 男主莫怀申 开着传说中的麦巴赫 和我背着玻璃丝袋子的养父母 在我家门口巧遇了 小绿茶化着精致的妆 得意的看我 姐姐 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 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赶紧跑出去 拉住我养母的手 妈 你可来了 我妈在铁林澡堂子的地位 如同钢琴界的朗朗 振臂一呼 半个城的搓澡师傅 都是我妈的徒弟 养母局促的将丝袋子放下 翠芳 妈老鼻子想你了 我听到这一声 也禁不住鼻子犯酸 妈 走进屋 书里的女主自尊心强 连要钱带打工 给养父母租了个小房子 去看养父母小绿茶 说她和自家人不亲 不去看小绿茶 说她没良心 后来养母住院 她更是三点来回跑 受多方家板子气 养父母看了眼前气派的大别墅 赶紧摆手 不去不去 我和你爸就是来瞅一眼你和 他一边说一边偷瞄了一眼小绿茶 又失落地转回头 听话 妈不去 这时候莫怀生也走了过来 皱着没看眼前的一幕 小绿茶乐颠颠地跑过去 怀生哥哥 这是姐姐的父母 刚从乡下来的 我将养母脚下的丝带子扛起来 对对对 养了我16年的父母 小软软的亲爹妈 爸妈跟我进来 门口有王八 我不由分说地拉着爸妈进了门 小绿茶在后面 开始跟怀生哥哥阴影 懂得都懂 莫怀生是萧家的亲弟女婿 俗称联姻对象 别说那话了 咱们就 咋不能住啊 我是你们亲闺女 他们养了我16年 我盛世得报恩 你们闺女被别人养了 你们盛世也得报恩 我在亲爹的书房里 对面坐着亲爹 亲妈 小绿茶 还有被小绿茶死死拽住 要看我热闹的莫怀生 退一步说哈 萧软软是他们亲闺女对吧 咋咱们老肖家是皇帝 自己闺女找回来了 连闺女也不还 你们俩人家一个没有 丧不丧良心啊 说完 我看着默瞪口呆的亲爹妈 往沙发上一靠 是这个里儿不 软软老妈 突然被我Q到 小绿茶有点自乱震脚 他扭扭捏捏的看了看 亲爸妈和莫怀生 我听爸爸妈妈的 咋的 当年你吓生的时候 脑浆落咱妈肚子里没出来啊 现在用脑还得啃老呗 莫怀生没憋住 笑了一声出来 我一个眼神撇过去 示意他严肃 两家人生活习惯不同 我在城中准备一套公寓 给他们住吧 寻思为一会 我亲爹终于不开心地张了嘴 行 那老妹儿你跟过去照顾一下子 顺便和亲爹妈培养一下感情 小绿茶 不 我不去 我冷哼一声直接拆穿 咋的 你嫌弃自己爹妈是乡下来的 看不上是不是 不是的 我只是舍不得爸爸妈妈 我又不认识他们 他们对我不好怎么办 好家伙 道理都懂 就是只懂在自己身上 那我也和你们不熟 你们对我也不咋的 还是让我养父母住着吧 他们给我撑腰 我也敢喘气 全员静谜 混账 我们少了你哪样了 亲爹吹胡子瞪眼拍了桌子 有点替原主难过 我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感情 我觉着你们没有感情 关门的那一刻 亲妈又哭出声来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让怀生看笑话了 今天 就是墨家听到风声来看看 联姻的人要不要换而已 隔天早上 我就带着养父母去了医院 养母假装现癌早期 医生说得住院做手术 成活率很高 和书里说的一样 我点点头 闭锁地充了十万块钱在医院 老铁们 有钱是真改变命运 接下来我拄着拐去了 和陈姨约好的餐厅 陈姨不是一个人 对面坐着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上回薛总出差回来 带了好多补品 我想着自己年轻也用不上 这次都给您拿来了 那小姑娘一身淳于风 满面清纯无辜 陈姨气得胸前起伏 却说不出什么话来反驳 那淳于风就又说话了 姐姐 薛总好久都没回家了吧 也不知道这些日子 你都是怎么过的 忍不了啦 出鸡 哇塞老妹 你好像出门刚喝完耗子药 没死利索 跟着证明呢 我陈姨用不着这些补品 你拿回家趁没死赶紧炫点 不然正见了一张嘴 下地府可能得 让人打得下辈子都没法吃饭呢 陈姨看我的眼神 仿佛幼儿园小孩被欺负 终于看到家长来了的样子 眼泪汪汪 十分委屈 淳于风面色一绿 哪有你一个小孩子说话的点 姐姐 怪不得薛总在外面总说你不懂事 怎么称呼 小三 我微微一笑 浩子近动 说两句话还拐弯抹角的 真浩子都见不得光你懂不 那是人类的蛀虫 不劳而获的代表 你倒好 上赶着到阳光底下来找山 小王八叉鸡毛胆子 怪能装大尾巴狼的 我学书二十多个小三 数你脸最大 你们家族谱心你不磕沉啊 这部X想念二十六 一辈子给人当小三 做过最拿得出手的事 就是在人员配前面 耀武扬威 外加花人家夫妻打拼的血汗钱买包 陪啤酒肚地中海油腻男睡觉 嘴里崇尚真爱无罪 道德底线 扣扣乱飞 男墨女类 你妈听了中风 你爹见了脑血栓 人家妈妈刺自金钟报国 你妈教你是当小三 别人小时候升国旗奏国歌 你全家蹲学校门口 寻找泄顶老人 温暖油腻大款 谁看了不得称赞一句家学渊源 祖传二皮脸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你这知耻而不害臊的骄傲劲 一口一个薛总薛总 知道的这是你金主 不知道以为那是你爹 今天你来认妈呢 哎老妹 别跑啊 纯运风不是没想开口反击 只是我这一串气口太腻 她实在找不到切入点 只得生生地听完了我全套慰问 修奋跑路 陈一的眼睛如同两千瓦的灯泡 夸擦一下子通电了 亮得让人睁不开眼 玲玲 我还有几个要骂的 今天咱不用聊了 骂完我直接转账 地皮刚才我发微信定定下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 我骂了六个小三 从东三环骂到西六环 陈一跑车的油门都踩冒烟了 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是口干舌糟 不能再沾 但是亲爹妈和那个 很久都没出现的大哥 都坐在客厅等我 我一拍脑门 不是换肾剧情提前了吧 说话的是亲妈 她眼红通红 渲然欲气 玲玲 妈妈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能能帮帮妈妈 我去厨房猛灌了半瓶橙汁 免开增口哈宁 没空 没能力 帮不了 玲玲 你的妹妹生病了 你俩这么快生三胎了 亲爹脸色一僵 这种时候了 你能能正经一些 行了 我忍着肋骨疼 拽了一把椅子 坐在他俩对面 说吧 什么事 软软得了尿毒症 他 戏狗大哥抢先开口 如果你愿意给软软换肾 我们什么都答应你 我把橙汁放到茶几上 你们仨做配行了吗 一看就是没做 单走一个六 我耐着性子又问 你们怎么知道 我和他的肾合适呢 软软说 你们的血型是一样的 我笑了 小说上就是这样 看着努力融入整个家的女主 小绿茶让自家名下的私立医院 伪造病例说自己得了尿毒症 目的就是想打女主一个肾出气 女主开始是不同意的 后来被全家轮番扑 男主也当着他的面保证 换了肾之后就会娶她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得到亲人认可的女主 最终同意了换肾 最后还是数前准备的时候 女主的养父出现 说自己也可以捐肾 不能嘎女主的 一来二去 小绿茶的骗局才被揭穿 小绿茶出院之后 割了腕 说自己只是太害怕失去父母的爱 所以才想吓唬女主一下 亲爸亲妈被她打动 在医院哭成一团 连连发誓说以后会对小绿茶更好 想着想着 我有点难受 在说话的时候就戴丽丝不属于自己的气氛 咱们稍微讲点道理哈 我和你们宝贝闺女没有血缘关系对吧 我一到这 她就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我 今天古刀同学霸凌我 明天回家告状让你们隔音我 我俩也没啥感情 对吧 那咱们研究研究 我俩没血缘 没感情 我凭啥给她打腰子 凭啥 亲爸妈应该还有点理智 戏狗大哥却忽拉一下子站起来 你是爸妈的女儿 身上的东西都是他们给的 现在让你捐个 是你就得捐 我站起来一个箭步上去 使了师生力气 又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银丝边眼镜也打飞了 愁你有脑浆 没天灵盖的死出 没等她反应 我又扇了她一嘴巴 懂不懂法 未成年不能捐献器官 没听说过 明法典第1006条没读过 不解气 再来一嘴巴 不懂法也没道德 没有感情 没有良心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吧 戏狗被打懵了 我反手起跳 再再再扇 你那个绿茶妹妹 撒谎忽悠你们呢 她没病 傻逼 打到第六个大逼斗的时候 戏狗才反应过来 要还手 我抄起一个花瓶 就磕在茶几上 赶过来 我削死你 亲妈不为所动 你为什么说软软骗人 有人会诅咒自己的身体来骗人吗 随便找个公立医院就能查 妈妈 我骗人死全家哦 实在太累了 我将花瓶扔到地上 换身这事婉拒了哈 以后没屁别 咯愣嗓子 妙小妖风大 谁浅王八多 陈一虽然一天班没上过 但是执行力惊人 没过几天就组建了一支出使团队 她意气风发的说 别叫一了 多见外 以后咱俩就是没血缘关系的金兰姐妹 我是你大姐 你说我老妹 咱给这洗衣中心整起来 陈现在是解了 和我泡的时间长 学了好几句东北话 天天说 白天开着厂棚送我上学 凤凰传奇的音乐 响彻整个学子路 晚上带我看施工场地 我俩跟包工撸串喝酒 陈姐喝多了 抱着我哭 翠芳了 我前半辈子都白活了 我和她说我要从肖家搬走了 她大惊失色 咋得他们欺负你 我叹口气 住在肖家的日子 就如同在蛤蟆上脚背 不咬人隔音人 不知道是小说设定无法更改 还是那几位实在无药可救 小绿茶做了好几天 发现我真的不给她捐身之后 主动提出再做一次检查 可能是误诊了 结果就是 人家一家三口 拿着身体健康的检查报告 抱头痛哭 很难理解 这几个人的智商 怎么能开公司 好在女主本身 也有爱自己的养父母 养母做了手术 恢复得很好 一顿能炫两碗饭 我笑眯眯的看着眼前 挂着绿布围着栅栏的 洗衣中心雏形 舒心的喘了一口气粗气 真正的王翠芳呀 如果你看到也要知道 我帮你创死了所有小别三 搬走的那天 养母正好出院 我在医院附近 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陈姐名下的 她愣要送给我 我没要 却厚脸皮的 以极低的价格租了下来 行李本来也没多少 我拖着一个箱子下楼 本来也没必要非 和他们说个原因 可我还是搜长瓜度想了一个 你们有一个闺女 我爸妈没有 我觉得挺不公平的 你们说是这个道理吧 放肆 你是我肖家的血脉 怎么能回去给乡下人做孩子 我看着轻别生气 发了个白眼 那肖软软是人家 农民伯伯的血脉 凭啥给你们资本主义当闺女 有一说一 我这张嘴真牛逼 这么说吧 我爸妈在这也住了几天 你们不瞎的话 应该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要不你们让肖软软回去 我留下 要不 我走 你们和肖软软继续幸福生活 二选一 这是一个给了答案的选择题 也是我给人生不甘心的最后一道 亲爸妈面面相去 小绿茶也悄悄打开了门 不动声色的站在楼梯上观察 软软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和圈子 她不如你这样坚强独立 玲玲 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亲爸抢先开口 欲雨泪先流 她仿佛想来抱抱我 我后退一步躲开了 亲爸健壮上前扶住了她 软软在公司是没有股份的 你的那个项目如果做好了 我会把你哥的股份分你百分之十 开什么玩笑 我洗衣中心开起来了 先吃吧整个亚洲 真是肚气眼放屁 不知道咋想的 我转过身 潇洒地挥挥手 走了 别想我 小绿茶想必也听到了没股份那句话 看我的眼神直冒绿光 出门撞上莫怀深的时候 我再次感叹小说剧情不死心的意志 她看着我的行李箱狂拽酷炫地走过来 出去之后有谁为难你 就抱我的名字 说你是我的跟班就行了 这周二的对话 实在让人难以强言欢笑 但是想到了男主光环和他的势力 我还是咬着牙说 没问题大哥 您到时候可禁止使我 他点点头 你这人虽然土 但还挺义气的 软软从小被浇灌长大 你让着他一些 原书里也有相似的对话 这一句直接给了生起希望的女主 好大一杵子 本来亮晶晶的小眼神 夸插一下子就失眠没有料了 我不一样 我能屈能伸 能打能骂 嗯 没问题大哥 我让着他 让他先死 让他得病 让他出门 被车窗上天 我让他哭 让他颠 让他吃鱼全是刺 喝水全是尿 说完我扛起箱子 扣扣就跑 跑到陈姐车上时 我俏皮的回头 给他比了个手势 鸡毙 你 小样 这还不被爷骂死 家里消停了 上学有点难受 当我肋骨终于好拳 回到学校的时候 霸凌头子和小绿茶 雇了一个代骂 预备一血前耻 从闺蜜家儿子 来打探到这个消息的陈姐 十分焦虑 凌凌 听说那代骂不是一般演 打什么荣耀 一个人能骂对面五个呢 用不用 我去帮你啊 我不屑地解开安全带 背上小书包 姐你放心 这本书里的 一个都不行 她没听明白 啥意思 你能骂赢不 三七开吧 你七咖三 我潇洒的下车 甩上车门 我三分钟 卸他七个零件 刚进学校门 手机就响了 对面传来一个 gay里gay气的声音 请问你是王翠芳吗 对 您是哪位 我戴上耳机 进入战斗模式 你就是那个 乡下来的土包子 是不是家里 穷得吃不上饭了 非要来城里 当叫花子呀 我这有一个渠道 包业二百五十块 哈哈哈哈 给 下流代骂 想靠玩点黄梗 让姑娘们羞愧语色 无法对战 我看着左右 一脸看好戏的同学们 清了清嗓子 笑笑笑 一张嘴跟个二椅子似的 你们家生 你内蒜自绝坟墓 段子绝孙 你爹妈倒了八辈子 却没生了 你这么个先天不全 后天缺德的东西 自己家祖坟都哭不过来呢 出门接单来 哭乱葬港来了 老铁们 拿出小本记号 骂人第一傲义 不要陷入自证陷阱 不要听对面说什么 不要反驳对面骂你的话 找到对方痛点 直击对方灵魂深处 包业二百五十 我给你那大小脑拆了 都没有二百五十个神经元 就你这点的智力成果 不再加算算加减法 还买手机研究起 打电话这种通信科技了 哎呀 你可别在那边乌鲁乌了滴了 找个中风的好老太太 都比你说话利索 骂人第二傲义 声音要大 最好把对面的声音全部覆盖 语气要悠闲 展示出我们不急不缓的自如态度 气口要密集 别给对面见缝插针反击的机会 如果不能换着花样一直骂 可以参考复读机 逮住对方要害 重复痛骂 老弟你接一单到底多少钱啊 要不我包个月 你攒钱上上文化课 这点词汇量 到时候我怕你死那天 自己木志明都刻不上五个字 我刚说完最后一句 对面竟然把电话挂了 我直接点击回播 谁让你挂的呀 把对我打电话 当你自己的小命了 说挂就挂 是不是谁把你养气管拔了 跟我这上气不接下气的 呜 姐 别骂了 不好意思啊 我骂错了 早知道你是东北的 我都不能敢接这一单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姐你别骂了 我这个人 主打一个讲道理 不能连狗入穷相 知道错了就行 找个正经活干吧 别干这缺的事了以后 对面心理素质显然不高 抽抽搭搭 却很诚恳的道歉 嗯 姐 我知道了 我给他拉黑了 我们工作室以后 都不接他单了 你别生气啊 姐 我也会点东北话 你别跟我一样的 千万别生气 我本来也是匡处正义 若见不平 帮帮弱势群体的那种 属于比较有狭义精神的 这回是老地儿错了呀 姐别打了 祝你天天开心啊 姐 姐你要说图的话 记得联系我 挂了电话之后 正好从校门口 走到了教学楼走忙 我怒气冲冲的 喊了一嗓子 瞅啥呢 别瞅我呀 告诉你们 现在可爱小狗 路过着我都撤他俩大嘴巴子 对不起可爱小狗呜呜 我只是想震慑这帮高中生 让他们以后 别找他骂骂我了 一站下来 有点口渴呜呜呜 走进班级的时候 鸦雀无声 一半同学崇拜地看着我 另一派以小绿茶 为代表的直老虎 则气得撞耳挠腮 小绿茶更是站了起来 你这没素质的人 别高兴得太早 我们班上的同学 是不会接受你的 我无奈地摆了摆手 破草帽子没眼 我劝你别跟我塞脸 刚坐下 我同桌就悄悄凑了过来 崔芳同学 你能能叫我骂人 我觉得你超酷的 我打游戏的时候总被骂 我都不知道 怎么还嘴呜呜 万万没想到 这场骂战之后 我爆火了 代骂小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正在开直播 骂到一半 直播间人气就爆了 满屏弹幕都是 把这嘴丢我上链接 代骂你别干的老弟 这里头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 让东北解来 我终身重置 不懂就问 二十岁了 还没学会东北话 以后到社会上会吃亏吗 趁着这波热度 我赶紧开账号 推销我金碧辉煌的 纯欧式宫廷洗衣中心 掏上了老铁们 半年之后 贵族学校高二三班 流行起了说东北话的风潮 恨不得和英语单词贴一块背诵 有谁来问 班长就一脸高深的说 学习退步 人际关系一塌糊涂 属于人嫌狗艳 我的纯欧式三层小楼洗衣中心 红浪漫终于开张了 养母将自己的搓澡技术 写成了员工手册 搓澡师傅人手一本 高级技师甚至能在鸡蛋上搓瓶 欢迎光临 最后那个喃是一声哈 伟音一定要上阳啊 老铁们来跟我念一遍 欢迎光临 来尊贵的女兵三位 一楼换衣服 二楼洗衣搓汗蒸 美容按摩上三楼 手盘拿好 水果饮料免费啊 老铁们 开业前一个星期 陈姐就坐在大堂算账 算得红光满面 印堂发金 而我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亲爸妈的电话 玲玲啊 今天你妹妹过生日 你要是不忙 就回家吃饭 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我知道 剧情到了最后一个拐点 萧氏资金链断裂 急需一个 女儿嫁给60岁的老富商 来拿一笔贷款 原书里女主就是在这天 兴高采烈的 去给小绿茶买蛋糕 然后带着终于被家人 认同了的喜悦 被创死在路上 到最后她都没说 这一天 也是她的生日 我行为一笑 对着电话说 狂犬病前夫妻 要是过了的话 赶紧张罗买骨灰盒呀 充满咬着人上地府 都得让你跪着给狗道歉 恢复人家小狗名誉 骂完挂电话 把他们一家人 都拉入黑名单之后 我开心的搂住养母 妈妈我要吃肠寿面 老铁门 此处不留爷 是此处没避数 多条他人毛病 少反思自己问题 珍惜每一次对人的机会 不然晚上睡好觉 番外 我考大学那年 陈姐和她老公离婚了 分走了三分之二的家产 她和我妈又开了十多家分店 拿到C轮融资 品牌理念主打一个 女人就给自己好 肖家不舍得送小绿茶 嫁给60岁老头 企业一路走下坡 刚高考完就死活 拉着莫怀生要订婚 陈姐说莫家不乐意 莫怀生现在像黄花闺女 夺鬼子一样夺小绿茶 两人每天上演 你追我赶 你讨我抓的剧情 他俩订婚前一天 我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给你五百万 教我骂人 把肖软软骂走 杀逼 原来两个人也不是真爱啊 这不两块废料 竟然在原书里拉着那么久 就是为了让女主 在希望与绝望中失去自我 属于渣男和见女完美组合了 亲 我给你五百万建议 你们所死呢 死了也要一起火化 装在一个骨灰盒里哦 两人拉扯了很久 直到我考了个普普通通的二本 小绿茶搭上了一个外国 油腻老头跑路了 亲爸妈带着吸狗哥来洗衣中心找我 他们一把鼻屁一把泪的说 有多想我 还是有血人的女儿亲这样的话 我写了一张五百万的支票给他们 这是当初我在学校 被肖软软带头霸凌 断了一根肋骨 被抬回家之后 你花钱买我不要无限肖软软的数字 记得吗 亲妈掉了一半的眼泪 突然固定在脸上 我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玲玲 不好意思 我叫王翠芳 这个钱你们拿着 以后见面就当不认识 不然见你们一次 我骂一次哦 老两口子有点骨气 拿着支票就要走 细狗却不满足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孝顺 说父母给了我骨血 我就应该无偿的孝顺 我一个大跳过去 直接扇了他一个大鼻痘 你他妈的 今天怎么没带眼睛 养父带着保安队冲出来 将几个人直接拽了出去 陈杰也挺生气 你给他们500万干啥 我挠了挠头 我妹签名 他们能拿出来 钱我催方两个字倒着血 番外二 没了肖家这个老伴 墨家的生意也难了起来 陈姐热心 给墨怀申介绍了个东北姑娘 身高1米78 体重160 单手能拎200斤大米 早些年 他们家在大庆做石油生意 哎妈 老鼻子有钱了 就是那姑娘听说从小骂人就溜 也不知道墨怀申能不能扛住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